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Easy Education 我是黄老师 今天要让你们轻松写华语作文 而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 假如我有一根魔术棒 那这一个题目呢 在考试的时候曾经出过 有一些学生觉得很难写 因为没有写过 没有想过这么一回事 可是这样的题目实在是太好写了 第一呢首先你要让老师留下好印象 除了字体要好看以外 就是要有长度 那你就要想呢 基本上一篇作文就要把它写成六段 六段里面呢 你就是有一段开头 然后你有了这个魔术棒 你会想要做什么事呢 想一想四件你想要做的事 然后每一件事写成一段 再加上最后是你的结尾 这样子就完成了你的六段的作文 好我们先来看开头可以写什么呢 开始的时候你可以问读者一些问题 这么一来你的作文听起来就好像有互动 也比较生动哦 好比如说把它放成一段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用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是否有想过自己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 我最想得到的是一个 能实现我所有愿望的魔术棒 好同学们 这样子就完成了你的开头 到了你的第二段 就是你要想想 第一件你想要做的事是什么 比如说你可以说 我想要让地球变成最美丽的星球 有山有水 然后没有污染的 好把你第一件想要做的事情写成一个段落 假如我有一根魔术棒 我一定让地球变成最美丽的星球 有山有水 到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我也要把污染地球的东西全部消灭掉 让我们的地球变成一个环境优美及空气清新的大花园 好这样子就完成了你的一段 让老师觉得你是一个很爱大自然的一个学生 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 想一想第二件你想要做的事是什么 那我在这里写的是 我想让那些患上不治之症的病人康复 那患上不治之症就是没得医的 通常就是癌症末期患者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痛苦啊 那如果有了这个魔术棒 可能他们可以不用吃药 不用打针 不用开刀 就能病好 OK 所以现在要把这一段写成一个段落 假如我有一个魔术棒 我会让那些患上不治之症的病人 恢复健康 他们再也不用吃药 不用打针 不用开刀 就能好起来 这样他们就不会受到病魔的折磨了 OK 病魔不会来干扰他们 他们不会再感到痛苦 好再一次让老师觉得你很有爱心 那你的分数就很容易被提高哦 再来再想一想 第三件你想要做的事 让所有人都变成善良的人 还有呢 父母不必担心孩子被霸凌 因为在现在的社会 霸凌事件是很普遍的 常常有学生被欺负 其实有时候好像甚至不只是学生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一段写成一个段落 假如我有一根魔术棒 我会让所有人都变成善良的人 只会互相帮忙 助人为乐 不再有仇恨与妒忌的心 天下的父母也不必担心自己的孩子 被送来学校会被其他同学霸凌 好大家都相亲相爱 你帮我 我帮你 助人为快乐之本 好想一想 这样子你就觉得这整个世界变得很美 还有呢 最后一件事 让时间每天都多出一小时 这样子的话 许多的父母就可以多 陪伴自己的孩子 把它写成一段 最后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由于父母忙于工作 少有时间陪伴我 让我时常感到孤单 假如我有一根魔术棒 我想让时间每天都多出一小时 那么所有工作忙碌的父母 可以在多出的一个小时 多陪陪自己的孩子 好同学们 你看哦 你把你最大的心愿放成你的最后一件想要做的事 这样子的话会让老师觉得你的心很宽 你把这个美丽要带给全世界最后才放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的举动呢 是非常无私的 最后一段是你的感想哦 第六段 好第六段你想要把快乐散播给全世界 希望这一切都能够梦想成真 简称段落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假如我有一个魔术棒 那该多好啊 我一定要把快乐散播全世界 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能梦想成真 当你想要这里的时候 可能考官呢 觉得他也很想让你梦想成真 给你很高的分数 好同学们 今天的作文就讲完了 送你们一句话 物以恶小而为之 物以善小而不为 意思就是说 不要以为坏事小小就去做 也不要以为好事小小就不必去做哦 好吧同学们 今天就讲到这儿 我们其余的下期再见吧